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今天知心姐姐要继续和你介绍 在两千多年前 古代希腊有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数学家,发明家,工程师 同时还是一位天文学家 是谁这么厉害呀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阿基米德 上一回知心姐姐和你介绍了阿基米德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他成功地帮国王测量出 一顶黄金的王冠,究竟纯不纯 另外一个则是,在西元前两百多年前 阿基米德竟然就能够帮国王 把一艘在陆地上打造好的大船 用很小的力气就慢慢地一路拖进海里了 这对当时候的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魔术 国王甚至还颁布了一道命令 要全国百姓从今以后都要相信阿基米德所说的话 这是科学所能够带来的力量 今天知心姐姐要继续告诉你 阿基米德晚年的故事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哦 请听,巨人的秘密 阿基米德年老的时候 他所居住的叙拉谷 这个地区跟罗马发生了战争 罗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 而当时候的叙拉谷只不过是一个小城市而已 罗马的兵船很快地就封闭了港口 官兵也攻打到了叙拉谷城的城门下 这位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怎么想呢? 其实阿基米德是很反对战争的 可是当国王迫切地来请求他帮忙时 阿基米德还是必须要挺身而出 保护他的同胞 年老的阿基米德 要怎么样平靠着他一个人的力量 就要来对抗整个罗马大军呢? 阿基米德着手开始打造了好多的机器 他把这些大型机械安在城墙上 巨大的机械手臂伸出墙外 把罗马人的兵船整个吊起来 吊得老高老高 再狠狠地放下去 这艘船立刻在海里被砸个粉碎 沉到海底去了 靠着这个方法 他摧毁了很多艘罗马人的兵船 有时候他也会把这些船高高地吊起来 吊进旭拉古城里 让他的同胞团团把罗马士兵给包围起来 抓起来 有的时候 阿基米德也会利用很大面的镜子 去反射太阳光 让昨日的阳光聚焦在城外 罗马人的兵船上 那些船只都是由木头打造的 太热太热 整艘船就烧起来了 除此之外 阿基米德还建造了飞石炮 什么是飞石炮呢 他们把铁块和大石头 安在阿基米德所建造的机械炮上 不断地向城外发射 飞速地甩出去 罗马士兵面对 这好像暴雨一样 不断地砸向他们的石块和铁块 吓得到处乱跑 你要知道当时候可是 西元前两百多年呢 没有人能够有这么精良武器的技术 从来没有人建造出这些神奇的武器 都是阿基米德在国王的拜托之下 临为寿命发明出来的 阿基米德所建造的机器 重重地击打罗马军团 当时候的罗马人 还给阿基米德取了一个绰号 说他是白手巨人 好像一个大巨人 身后有上百只手臂 可以不断像他们扔石子一样 罗马军团发现 不管他们有多少的战船 多少的士兵通通通都打不过阿基米德一个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另外一个法子 那就是不攻打叙拉古城了 他们团团把这个城给围起来 阻断了所有的食物和水 唉 这下子真的是连阿基米德也没法子了 敌人不来攻打他 他也不可能随便去打别人啊 这时的阿基米德发现自己派不上用场了 便把他毕生所钻研的学问 所发明出来的机械原理 都交给城里一些重要的将领 然后他从战场上退下来 回到家中 全心钻研学问 他不再过问国家战争大事 很快的 叙拉古城因为既没水 也没食物 只能乖乖的向罗马军团投降 当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炸弹 所以虽然战火连天 但是叙拉古城的天空仍然是很晴朗的 空气也很清新 没有任何火药味 即便是人们大声的呼喊嚷嚷 竟然也没能打扰阿基米德的思考 记不记得知心姐姐告诉过你 阿基米德从小就经常废寝望时的钻研学问 他常常一个人不断地沉思 不断地画那些数学几何图形 当罗马官兵冲进叙拉古城的那一天 阿基米德一个人老神在在地 在院子里画图 思考数学 罗马大将军下令 吩咐所有的官兵冲进叙拉古城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杀害阿基米德 要保留阿基米德的性命 然后带他来见罗马将军 可是罗马官兵实在是太多人了 在兵荒马乱之中 根本谁也不认得阿基米德究竟长什么样子 当阿基米德正在家门口的沙地上 用树枝画着几何图形 思考科学问题时 忽然冲来了一个罗马战士 踩坏了阿基米德画在地上的图形 阿基米德顾不得来者究竟是谁 赶忙大吼着 走开 别踩坏我的图形 我还没解开这个问题 罗马战士被激怒了 他觉得这个战败的叙拉古城人 怎敢这么没礼貌 根本顾不得 他就是长官所吩咐 不可以杀的阿基米德 这个愤怒的战士一把抽出宝剑 砍向阿基米德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罗马将军后来才知道 阿基米德已经死亡 他的心里非常难过 虽然过去在阿基米德的手下 吃过好几次败仗 可是他心中 对于这一位科学家 是相当尊敬的 因此这一位罗马将军 下令为阿基米德 建造一座 有几何图形的墓 让后代的人 都可以纪念 这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物理学家 天体学家 发明家 以及工程师 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弟弟妹妹 虽然这一位传奇性的 古希腊科学家 阿基米德 晚年的结局 好像很悲惨 不过你想一想 每一个人 人生在世 谁没有意思呢 最重要的是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如何可以勇敢地 为上帝而活 活得精彩 活得有贡献 我的生命 有没有为上帝 祝福更多的人呢 这才是值得 我们关心的事 我是知心姐姐 如果你想要用手机简讯 和知心姐姐联络 邀请你 可以写到 两友电台的 手机号码 1322 9966 122 知心姐姐在这里 欢迎你 写信 或留言 给我哟 下一回 爆米花 我们空中 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